你所投資的股票 ETF 配股配息訊息 還可參加抽獎 獎項超過四萬份 越早參加 中獎機會越大喔 國泰建設 三井不動產 台日聯手捷運地標 Meta Park 環狀縣中原站 橋河站 31層鋼股建築 豐富全林公設 39至52坪 8221-5888 Meta Park 投資快報 統一投信再度金 2024年Smart致富台灣基金獎 統一投信再度奪得股票型基金團隊獎 不只二連霸 更是第六度獲獎 投資首選 統一投信金獎團隊 嚴選好基金 讓你小額投資 輕鬆累積大財富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音響月公開說明書 九八新聞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花 明年清晨聯準會最新的議席會議的決議 勢必在尾盤 美股的尾盤引起大的波動 那市場兩派看法 一派看法就是聯準會 仍然會維持降息三碼的點證圖 但另外一派看法是認為說 有可能降息的碼數在這次的點證圖 會往上位移 點證圖往上推碼 也就是說今年只會降息兩碼 甚至今年不降息的交易的傳聞 都已經傳出來了 市場現在對於聯準會降息 越來越是保守看待 那畢竟因為最近的通波膨脹的數據 就業市場的情況 以及美國經濟的表現 都告訴我們說 聯準會似乎也不可能太快的去做 所謂的放鬆的動作 把水龍頭 關緊的水龍頭打開 這個感覺現在好像也不合時宜 只不過就是說 鮑爾在國會裡面信誓旦旦 講說降息其實已不遠了 就是說今年呢 他是說會降息 但是而且降息也不遠了 那到底出來結果是什麼 現在也不用猜了 反正明天清晨兩點就知道了 那兩點半呢 鮑爾要舉行記者會 會關係到明天台股 以及呢 今天晚上美股的尾盤的情況 因為美股是台北時間 清晨的四點收盤 那一席會議的決議了 兩點出來 所以還有兩個鐘頭的時間 是可以在尾盤交易的 那這個在一個 央行的大動作上面 就聯準會這次也是洞見觀瞻 這個禮拜也都是重要的央行州 澳洲央行昨天也是維持率不變 這已經舉行過會議了 那另外就是還有英國央行 以及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要出來談話 英國央行是議席會議 那我們看到日營昨天造表操課之後呢 就是所謂造表操課 他已經讓市場打預防針了嘛 就是先前就已經幾個月前就放話了 就透過媒體不斷的放話 透過日本媒體也好 透過美國的媒體也好 就不斷的向外界輸出一個訊息 就是日本央行會在三月生活四月 是結束了負利率 然後同時放棄YCC 就是殖利率曲線的控制 這個其實是一貫做法 也就是說他不想讓市場太驚訝 有surprise 不想讓市場覺得他是突然宣布 而先前放話 這種做法是慣例了 所以你當你看到市場有風吹草動 媒體開始在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呢 這些消息絕對不會是無風不起浪的 不會是這個不進而走的 一定是有人放話出來 給媒體特殊的媒體記者 然後媒體記者呢 再去把這些事情傳達給社會大眾 這種一種傳播的一個管道 因為我之前當過記者 我太了解這種所謂新聞運作的一個 邏輯跟結構面是什麼 當你這個政府部會要做一個什麼大的政策的時候 他都會先找一些跟他比較close的記者 私底下告訴你一些訊息 然後呢 經由這個記者先把它披露出來 讓社會大眾說多少了解 然後造成輿論的討論之後 來看看輿論的風向球是什麼 是正面還反面呢 還是怎麼樣呢 他再去做政策調整 那這次日營也是照表操課 幾個月前就已經放風了 那當然市場時間成熟了 三月就先宣布了 因為畢竟這次春鬥的結果相當不錯嘛 整體加薪5%以上 至少民怨也可以平了嘛 那為什麼講說照表操課呢 因為畢竟他已經是告訴你要這樣做 而且呢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日營不可能真正大幅升息的 頂多就升到0.1 那今天野村有一個新的看法 等下告訴大家 那因為是這樣子沒有意外 然後呢 美國也沒降息 所以呢 日元呢 在日營宣布會議這個會議結议 呃之後呢 就是繼續貶 好現在已經貶到151.68日元 再貶了這個0.8 好 0.8日元 好那151.68快要破去年 11月13號的低點 151.9了 好我看這個破151.9 應該是 應該是 大非常大的機率了 因為只差了他0.3而已 那這一波日元 從今年初 140 140就從去年11月13號的151.9 升到140 那從140又貶回了151.1 151.現在目前是7的一個位置 好所以日元今年已經貶了7%了 但是日本股市是漲破4萬點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是不是告訴我們這個弱勢日元 其實對日本是有利的 因為你就像我之前所講 你想看80塊錢日元的時候 90塊日元的時候 跟100塊日元的時候 日本整個經濟跟社會氣氛是什麼 日本股市是什麼樣的一個點數 現在150塊日元 日經25指數來到4萬點 日本整個經濟GDP 包括民間的企業的活力 全部上來了 那是不是告訴我們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走一個弱勢日元 其實對日本是最有利的呢 那這也就告訴大家 日營要升息是升假的 因為他知道弱勢日元 對日本是有利 他幹嘛要升息 只是做給全球看 做給美國看而已 做一個演藝出戲而已 那麼這樣子一個日營的政策 我們要請教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的 段昌文老師 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透過直播 廣播同步進行 段老師你好 木偶好 還有聽說朋友大家好 段老師我記得日元 在那個80塊90塊90塊100塊的時候 日本是慘得不得了 對 通貨緊縮 對 什麼平成不礦 這些垂頭上氣的事情全部出來什麼 我看那時候 孤朝明有講說日本這些大企業 就是資產負債表的破壞 整個日本大企業 根本不敢投資 保守得很 對不對 兜流現金 這個非常的這個沮喪 不敢向外擴張 然後呢 你就看到說日本整個半導體產業 全部被美國被亞洲其他國家吞掉 整個從最輝煌到現在 那個日本似乎呢 好像又要站起來的一個味道 確實是有這個意味啊 那當然我們說這一次的降 是不是放棄那個YCC的政策 或者是說把負利率調整到正的利率的話 我覺得裡面的影子有美國的存在 我看這個 就美國叫他生息的 是啊 問題是他到底有沒有生息 我們來先來解釋一下 日本為什麼是負利率的一個號稱 其實日本央行的話 他給了三種利率 第一個利率的話 也就是說在這一次放棄YCC政策之前的話 他的利率有正的0.1% 也有0% 也有負的0.1% 那是因為他給了三種 三種結構 那第一層的話是給所謂的 跟一般金融機構往來的這個帳戶 他給的正利率是0.1% 那如果是法定存款的準備金的話 那麼他給的利率是0% 這是金融機構的 反而是第三層的話 是非金融機構的這一些帳戶的話 他給的是一個懲罰性的一個負利率 所以這一次把負利率調整到正利率的話 我是認為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效果了 為什麼 因為早期的時候負利率基本上就是無效 因為他是針對所謂的非金融機構 做的一個懲罰性的一個負利率政策 也就是說你這些非金融機構如果把錢存到我央行來 那你是要給我錢的 而不是我要給你利息 就是一般這個所謂非金融機構指的是 比方說是一些 比方說他們有很多像類似我們台灣的一些租租公司 他們如果說需要一些信託出力 對那如果錢太多的話 他要回存到央行去 那回存到央行去的話 早期我看日本央行的這些第三層的帳戶的話 他的量幾乎是零 所以日本到底有沒有負利率這個存在的話 我是值得懷疑 那當然這個負利率結束之後的話 日本金融市場也陷入了所謂的劇烈震盪中 尤其是匯率 那當然這個日本央行 反而是偏扁 對日本央行的話 目前他在昨天的政策上面的話 他也有關於投資上面的話 他也提供了一些說法 也就是他要停止購買這個ETF 再來是逐步減少商業本票 還有公司債的購買量 那在一年內停止購買 那大家來猜猜看 有人在講說 說日本央行 這個要何時 或者是要怎麼賣這個ETF 這個對股票衝擊可能會比較大 賣給巴菲特 其實他們已經有規劃出 大概有三條路 那第一條路是什麼 炒高了就可以賣 刺激市場直接賣 那第二個 政府自己在設立一個機構 再從機構裡面去把 央行的ETF買進來 那不是左手換右手 換湯不換藥嗎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講說 有選民的壓力 那第三種 刺激 你說第一種是 第一種是從刺激市場賣掉 刺激市場賣掉 就直接在盤面上拋售 對 所謂刺激市場就是日本股市嗎 他可能是他可能是要找那個 博客直接賣啊 也可能是類似那種所謂的大額交易那種 不會是直接掏售了 但是他是直接在股市賣就對了 那另外一個就成立一個機構 對成立一個機構收購央行的ETF 這個比較不會有一些對股票市場造成突然間的一個衝擊 那第三種的話 似乎日本日本人 日本年輕人應該會非常高興 是像日本青年 這個免費分配股票 這招帥 我喜歡這一招 那個楊總裁可以效法一下 我們中央銀行也來成立一個部門 專門研究買台股 然後買了台股之後分給這個年輕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三種說法啊 因為之前我有提到過 也就是說日本央行持有日本的股票啊 他大概當他的股東啊 大概每一家公司啊 前面100檔的公司的話 基本上都有10%的銀子 至少10% 那ETF他現在占的市場的話 大概也有7%左右 這個7%量非常大 如果一丟出來的話 基本上被日銀買完啊 日銀是日本很多大公司的最大股東啊 對 占一層啊 對 那還有一點也就是說 他也停止瑞士的購入 那瑞士購入的話 我覺得是對於日本的房地產有點衝擊 我們來講一下 那10年前啊 那東京現在的房子已經被大陸人買爆了 所以大家也需要一振興房產 好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康橋為孩子打造 OK 你看 那個80塊90塊日銀的時候 日本多產 那是2001年啊 一直到這個2000年那一段時間 那真的是慘到不行 很慘啊 對啊 那是後來安倍上來的日銀才開始走貶啊 2013年 24年的時候日銀才從差不多這個100塊錢一路慢慢的貶值啊 那2000年開始這個日銀是巨貶啊 從2020年年底一路貶啊 從當時大概才也是100塊左右一路貶 那日本好像日銀貶他就脫胎換股了 對啊 所以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這樣的結論是不是告訴我們 貨幣貶值其實是對新市場國家來講 或者說對非美國家來講是有利的 但是對日本來說的話 他們就是通貨膨脹絕對有一半的因素以上是那個匯率因素所導致的 沒關係啊 我叫企業加薪啊 問題是企業啊 這一批的業績啊 也是因為匯率因素啊 因為就是因為你曾也匯率 敗也匯率 所以你竟然因為日元貶值賺了這麼多錢 你就要把你賺了錢回饋給你的員工啊 所以加薪5%不過分啊 日本上市公司啊 有42%啊 是來自於海外的收入 是啊 Toyota啊 這些大企業都是啊 對啊 那你是不是因為日元貶值賺了很多錢 對 所以啊 而且 所以他們現在不是要加薪嗎 對啊 所以你第一個日元貶值他們的出口競爭力加強嘛 第二個呢 日元貶值之後呢 他把國外賺的鈔票匯回日本變得更多 對 那當然要給員工加薪 那員工加薪也高興啊 那我就多少可以平衡一點說物價上漲這種對我心裡的衝擊嗎 其實就是 就變成一個正循環啊 對啊 但是這個循環如果說結束之後的話 那豈不是還要再來扁 還要再來扁一次 他其實150我覺得就夠了 大概就維持在這邊 也不要深一點 我覺得 98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剛剛在廣告經營跟段老師討論一個問題 你看到日元呢 那個會價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最高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2011年那時候升到75 對75 75現在是151幾乎是扁掉 一半啊 對Double扁 Double扁 好那2011年那時候日本多慘啊 對不對 那時候後來安倍我記得 時是安倍經濟學的時候是201314年的時候嗎 是 黑田東彥上台嗎 就是那個黑田總裁之後 他們就是無限量寬鬆嗎 QQE啊這些東西都搞出來了之後 日元就從100塊一路這個扁值到最低的時候 大概120 120又升回來 升回來大概就差不多 110到100塊區間盤整了好幾年 一直到2020年日元大扁 從這個疫情之後日元大扁到這個15151 好從151又升回140 從140呢今年初又一路扁到現在目前又快破底 好但是你又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日元大扁的時候呢造成一個現象 台灣觀光客大量衝日本對不對 是啊中國大陸老百姓大量衝東京買房子對不對 甚至買到北海道買到那個雜謊都去買了 對不對 哪裡都買 然後說買爆日本日本東西好便宜 到日本玩多划算多划算對不對 如果日元在7580誰要去日本啊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日元在7580台積電會去嗎 貶到150是台積電區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啊 對不對我現在用美元去換日元多划算 我覺得日本投資多划算啊 對但是但是呃現在來說的話 如果說日本已經呃擺脫了以前的 這種泡沫的時期的話 我覺得現在如果他業績越來越好的話 比方說上市公司他業績越來越好的話 他會面臨到一個困頓喔 也就是人手短缺啊 他現在工人的啊這個 董老師台灣很多年輕人跑去日本上班了 是啊真的啊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變成我們台灣 欸這個年輕人已經不夠不夠多了 現在如果年輕人又跑去日本的話 那我們的產業會不會變成空洞啊 啊這就以靈為禍啊 這無所謂反正我國家好管理其他的 大家現在是這樣子 全世界不都這樣那個 這個烏克蘭戰爭幾百萬烏克蘭難民 跑到這個德國啊 跑到法國去 欸反正他們這個外來勞力增強了 他們那個是 人手這個老年化問題 某種情況得到疏解啊 美國不是這樣嗎 墨西哥民主黨政策 就哎我 那美墨邊界那些移民 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不對 對啊 一大堆外的外來這個非法移民進來 把美國的這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也解決嘛 所以川普他要上來就是要嚴格封鎖嘛 對 但是日本的話他的移民政策的話 目前還沒有放寬啊 所以如果說要吸引 對啊 但是如果說以這些產業結構來看的話 他的利率要正常化的話 勢必利率一定要突破百分之0.1啊 那突破百分之0.1的話 你看一下2013年的時候啊 他們日本在放寬貨幣的時候 也就是貨幣寬鬆的政策開始啟動了一次元的這種貨幣寬鬆政策以來的話 2013年啊 那個時那個時代的話是日本出現了25萬家的這個殭屍企業啊 那就是那個安倍要上台之前嘛 那其實什麼叫做殭屍企業 也就是一般來說我們企業都要是舉債經營 那舉債經營的話我們所賺的錢至少要把利息還掉 那這下子25萬家企業啊 零利率啊都不夠緩啊 所以就變成說 哎 這就是孤朝明講的資產負債表的整個崩壞 是 所以如果現在利率要正常化的話 我想啊 日本的經濟結構一定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變革 我覺得日本已經在執變了 是對 日本這一招走的有夠狠 你看台幣今天扁到了快31.9 他帶動了亞洲貨幣 整個幣進扁嘛 對啊 亞幣整個進扁嘛 你日本扁成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要生子 對啊 我跟你一起扁啊 所以台幣今天又扁了快一腳啊 31.888收盤啊 我們可能扁的比日幣最近來說還要 還要還要多 今年以來是沒有啦 今年台幣今天也是破底啊 也是創了今年新低 但是 基本上呢 日元今年已經扁8% 台幣還沒扁那麼多 韓元也扁 你看韓元縣已經1342了 韓元縣 也來到了今年會價低點的附近啊 大家都扁啊 你日本扁 為什麼要升值 所以這 剛老師我要請教你一個道理 您經濟學家請教你 不敢啊 所以是不是 不是非美國家 就是大家來搞貨幣貶值 對經濟是好的 呃 如果日幣如果啊 不因為他喔 利率如果要上升 或者是放棄YCC政策喔 他沒有再進一步啊 他是沒有走深的一個階段 他如果再扁的話 我想可能會開啟另外一波的一個貨幣戰爭喔 我覺得貨幣戰爭已經在開動了 除了人民幣 守住7.2以外 大家都跟著你拼命扁 那 我幹嘛要升啊 其實日本在等待 今天晚上凌晨 美國FOMC的會議 到底他對利率的表態會是如何啊 那其實我們看昨天的日營啊 他講話講得非常的保守啊 其實有沒有條 基本上我聽起來是完全都 完全都沒有動啊 只是表態一下而已啊 就是演戲 對對對 其實有一個說法 給大家參考說 這一次日營要升息啊 其實基本上是美國要求的 是美國說你要升 你要多少 要把利率正常化 那日本當然很清楚 現在弱勢力人對他經濟有幫助嗎 是好的嗎 所以他就等於說是演個戲而已 是啊 那當然我們說這個日本啊 這個未來的利率 何時會正常化以後啊 那我在猜啦 大概應該是下一次的央行會議 大概就是今年十月份啊 十月份的話 他如果說再突破了一個 比方說0.1個百分點 到0.2個百分點的話 我覺得啊 東京的房產可能會有一個大地震啊 為什麼啊 我報一個數報一個數字啊 房產大地震房產喔 聽到地震兩個字不太好 其實最近啊 日本國債發行漁額啊 增加了四成啊 那超過了一千兆日幣啊 那從 呃住房貸款的余額是兩百一十五兆日幣喔 那兩百一十五兆日幣的話 可能大家無管啊 這個是經日本經濟泡沫時期的兩倍啊 嗯 也就是說目前在日本啊 銀行裡面貸款去買房子的這個余額啊 是早期日本泡沫時期的兩倍啊 那在這個房那這個房產是不是也快要泡沫化 萬一利率如果正常化以後 哇 所以為什麼 所以他就不可能正常化 對 所以日本為什麼這次表態說短期內會維持貨幣寬 這不可能就是因為擔心這個房產會泡沫化 房產現在已經被外國人買爆了 對啊 東京五區都已經被買到什麼價位了對不對 是 大家看日幣那麼便宜 一五零就拼命去日本買房啊 是 對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說這一次啊 這個會議裡面啊 沒有出現這個意義的一個主要原因啊 基本上日本官方的一個長官啊 應該都已經了解到說 日本的經濟表面已經發生變化了 也就是通貨膨脹會帶動所謂的工資變化 其實這個在經濟學上是所謂螺旋的 你如果說工資在變化的話 而且這是一個良性螺旋 對 那還會再拉動物價 物價再拉動工資 這是良性螺旋 所以基本上通膨是對他來講 適度通膨 比如3%一個通膨是好的啊 是 當然這個 比你之前通說好太多太多好一萬倍 但是日本他也擔心了 美國他也擔心了 為什麼 因為日本海外的投資總額啊 大概是4.2兆美金 證券哦 那萬一 那老師有一說20兆 德意志銀行有估出來大概20兆 包括金融機構 那是沒有在表內的 那如果說以4.2兆美金來看的話 如果用利率抬高 用利差 以吸引這一些在海外投資的日本人 把這些4.2兆的美金匯回來的話 我想可能日幣那時候可能就會再 有一波的升值 日幣呢 如果4.2兆會回去 日圓又升回100了 對 沒錯沒錯 日本就垮了 所以絕對不能這樣幹 其實日幣如果升的話 這個對整個世界而言的話 我們 那就會照樣了 大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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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災 好 幸好日圓貶值 好我只能講幸好 日圓對美元貶破151 日圓對歐元已經貶到2008年來的新低了 對歐元是貶到2008年來的新低 那野村怎麼說呢 野村說日本央行會繼續寬鬆 但是精明兩年只會加息25個基點 有可能 因為精明兩年只會加息一碼 利率只會到0.15 我最新 之前是付的0.1 最多到0.15 最新我看到的大概只有兩次的加息的 就是升息的一個動作而已 最多一次是一碼 所以可能今年只會有兩碼 所以 跟之前的預測的話是三次的話 那就要看說到底美國 今年會不會經濟軟著陸 所以既然日本央行這樣搞 我覺得今天晚上 就明天清晨 美國聯準會 按兵不動的機率非常的大 非常高 如果美國聯準會 又搞個鷹派的這個出來的話 那不是日圓要更扁嗎 對啊 對不對 美國已經插在心裡了 好你這樣搞沒有關係 那我一樣 我就把美元也搞爛 然後讓你的日圓升值 大家來場貨幣戰爭 沒錯啊 因為其實美國也非常擔心 這個日幣如果一直在扁的話 哇 它的出口量會越來越多 出口金額會越 會衝心高 日幣一直扁 美元就要一直硬挺 對它來講也不見得是有利的 對沒錯 今天結論非常有趣 非常謝謝段商文老師 謝謝 零零九四二B 全台首檔台新純美國純A子 有名口金質 希望能放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